大家好,我叫John Rao,我是Digital Asset亚台地区的教授中介。 我们非常高兴和BSN合作。 我们的公司成立于2014年。 现在,我们的员工遍布全球。 我们的核心技术叫Demo,一个传心的职能合约语言,可以允许在很多区块链。 全球领先的十大,叫一所物价,已经是我们的客户。 下面,我的团队,Lomi, Casey,和Max,会有更多介绍。 BSN全球合作伙伴大会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侯敬Lomi,来自于Digital Asset在亚太地区的销售代表。 今天很开心,在这里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们几个Demo的商业用力。 如壮所提到,我们是被全球各大交易所所信赖的一个技术合作伙伴。 这其中就包括像澳大利亚交易所,纳斯达克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以及我们的香港交易所。 第一个商业用力是关于交易后处理系统。 深港通,护港通是大家所熟知,也非常受国内外投资者欢迎的一个平台。 特别是北向交易,全球的外国投资者,通过香港的这个平台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我们国内的A股。 但背后呢,其实我们的香港在过去几年一直实行的是一个Tplus2的结算周期。 但是我们的深圳和上海,大家所知的是一个Tplus0的一个结算周期。 那这样两天的结算周期呢,所带来的这个差异呢,导致我们亚洲投资者呢,必须要用4个小时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交收服务。 甚至呢,对于在美国和欧洲的这样一个投资者呢,必须要24小时全天后的去完成配合这样一个交收的一个整个工作流程。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可提升的一个交易后处理的一个空间呢,港交所宣布推出了这个深户港通结算加速平台Synapse。 那Synapse呢,就是想提供一个一站式的服务式平台,为这个全球托管商,香港的本地托管商,以及香港交易所的各大参与者,包括像券商,还有这个清算机构等。 那让大家呢,全部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呢,实施得到一个结算周期的一个状态的更新,并且呢,大家能够平行共同的一起去处理这样一个交收服务的工作流程。 那所带来的这个服务效率呢,就会大大提高。Synapse这个project呢,指日可待,那港交所呢,会在2022年第一个季度放在生产线。 那第二个商业用力呢,想为大家来带来一个资产的货币化。 我们也很开心的与大家分享呢,我们Digital Asset正在与国际清算银行,香港金管局合作呢,搭建一个绿色金融项目的软禁原型。 那这个项目的愿景呢,是想让你,我,他,这样的个人投资者呢,更便利的来投资于安全的政府债券。 并且呢,能够来实施最终的你自己的一个绿色贡献。 这也就意味着呢,你投资的这个企业呢,它到底产生了多少清洁能源,减少了多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那这些呢,都能够实实的来在你的手机应用程序中看到。 其实呢,这也跟我们国家在2030年探顶峰,2060年探综合的这个目标呢,不谋而合。 其实这些项目的背后呢,都是得益于,像我们智能合约它进行一个端对端,自动化债券的发行, 债券生命周期的管理,债券的清算,以及提供相关的可视性。 自从2020年跟BSN成为合作伙伴以来呢,我们就一直相信呢,BSN的愿景与我们地球的asset呢,非常一致。 希望通过一个统一的语言,让我们的应用程序呢,在每一个区块链上面呢,都能够使用。 从而让我们的客户呢,去拥有更好的产品。 那其中我想强调的呢,是Demo开源的金融代码包。 这样呢,就能够让我们的用户呢,使用我们的开源的金融代码包。 能够让你拥有跟全球交易所,以及各大投资银行一样的技术Demo, 并且去搭建你自己的一个多资产类型,丰富的资产生命周期, 你自己商业需要的一个应用系统。 那其实呢,我们Demo的开源金融代码包呢,也包括了像供应链,保险,这样等等不同的一个商业的用力。 那么,到底我们聪明的Demo帮助了不同的客户,实现了商业价值, 站在技术的角度,该如何去理解呢? 接下来,我交给我的同事KC,谢谢。 大家好,我是KC10,谭家俊,亚太区的销售工程师。 首先,让我谈一下在区块链应用开发的状况。 今天,当我们开发区块链应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挑选区块链框架, 然后,使用选好的框架所提供的语言来编写智能合约。 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挑选以及构建区块链框架,才开始编写智能合约。 这方面,BSN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整合了多个区块链的框架。 我们只需要集中在智能合约的开发,框架的构建就由BSN来提供。 沿着商图的方向,Digital Asset再往前走一步。 这里我们带来了Demo,一种开源的,专门为智能合约而建立的语言。 以Demo编写的智能合约,可以按实际的需要,部署在不同的区块链框架下。 Demo这种语言是专门为商业世界的合约和行为而建立的。 用Demo语言,我们很容易地就能编写合约的模板。 进行合约的权限,比如说谁可以建立合约,谁要收合约的书榜,保障商业秘密。 比如说只有谁才可以看到合约的内容,以及实现严谨的工作流程。 如果你曾经用过一般语言像Java和Go等做类似的工作的话,你会理解当中的复杂性。 以Demo来做就简单多了。 以Demo编写的智能合约,能部署在多个区块链框架上。 这是一种跨链的应用。 我们知道BSN今天已经提供了一些框架的跨链服务。 这样看来,Demo可以说是提供了另外一种做法,以智能合约语言运行在不同的区块链框架上。 除此以外,这些以Demo开发的应用,也可以透过智能合约进行互联互通。 从Demo出发,我们正在构建一个更大的网络,连接实际上不同领域的商业的应用。 看起来就很像今天互联网的发展。 目前,我们正在和BSN团队合作,把Demo成为BSN上的服务。 未来,用户就能在BSN上选用Demo服务。 用户只要指定底层的区块链框架,上传以Demo编好的技能合约。 这样,一个以Demo开发的商业应用就成功的部署在BSN上。 我们热气期待这个服务的开通。 接下来,我就交给我的同事Max为大家继续介绍。 大家好,我是Digital Asset的开发推广员Max。 Rulomi提到香港交易所、澳大利亚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等机构项目,将很多开发者带到Demo的世界。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且活跃的Demo开发者生态系统。 在这些项目中,虽然对Demo的需求来自于需要更好的智能合约技术,但成功采用和持续开发可归功于流畅的开发者体验和活跃的开发者社群。 Demo生态系统由企业框架经验、传统金融、金融科技、物流、医疗及其他领域背景的开发者组成。 我们非常高兴可以终于把这些开发者引入到BSN网络。 Digital Asset和BSN的共同目标是加速区块链技术的采用。 开发者能通过访问BSN基础设置把他们编写的Demo应用程序能够轻松地部署到所选择的区块链上。 Digital Asset和BSN二者结合使用,我们将能降低入门门槛并打造无缝的开发体验。 我们预计会越来越多的项目使用Demo。 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在采用新技术时,需要从这三个角度出发。 第一,开发者体验,学习的难易度如何? 第二,如果遇到困难,是否能够得到支持? 第三,今后能进行维护吗? 我可以骄傲地和大家分享,Demo开发者社群是一个非常活跃,能提供巨大的帮助的社群。 为了鼓励开发者尝试使用Demo,我们会定期举办黑客马拉松和聚会活动。 我们期待与BSN展开更密切的合作,并希望能够把更多的开发者带到BSN的网络上。 谢谢大家! 作为BSN和作伙伴,大家庭的议员。 很期待和各位有更多的交流。 代表DigitalAsset企业,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